德罗萨被交易一世,像个黑色幽默,某龙管理层用忠诚给德罗萨开了个玩笑,交易本身可能没有错,但是这个交易发生之前的几天,德罗萨刚刚被管理层告知自己不会被交易出去, 可就在几天后,一切都是虚言,这个商业联盟的残酷彰显无疑,不过德罗萨不是第一个被猛龙这么抛弃的球员,兼NBA球员维莱扭载得知德罗萨被交易后,在推特上发表了个人观点, 我还记得布莱恩布朗杰洛和范姆米切尔前猛龙高管曾告诉我,不会被猛龙交易走,范姆对我说,除非桥大付出了,否则我们不会交易你的,结果第二天,我就被交易至熊鹿了, 话说在熊鹿抢了一件连的饭碗的事,还是莉莉在怒呢,异地大概率因为她的出现,被迫开始了流浪的职业生涯,交易,签约这些不可能是球员个人的事,NBA是一门生意, 如果连这项项目最好的运动员迈克尔乔丹都没能在公牛结束职业生涯的话,还有什么忠诚可言,同样的还有批鹏,马龙,奥拉猪王,这博士等等,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跟他们一样, 嗯,我想说的是,那个时候乔丹真的没有付出,不得不说,吴梅大侠说的很有道理,这里确实不是什么温情的场所,事实实在在的残酷, 酷的生意地,所有无关利益的人员,都会被拿来交易,所以也别再谈什么忠诚不忠诚的了,看他们打球就够了吧。